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与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郭明正 共同签署高中课程发展合作备忘录 从114学年度开始 金融市各市立高中将可与政治大学共同规划 开设多元选修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 本土语言文化课程等 希望提供学子跨校及跨领域的学习机会 这个是对我们高中学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誘因 而且是也算是一个福利 因为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 譬如说上了高一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 到了高二高三那个时候 大概就要晓得你的兴趣会在哪一个方面 你想上哪一个大学的科系 那这种一般我们在学校里面都很难实际去体验到 虽然你现在可以从网路 从各方面资讯都可以去了解 但是你这种实质的跟学校的互动 这是很难得的 那政大也是国内顶尖的学校 甚至于非常多的科系是国内国外 算是首选的 那校长今天带着教授长 副教授长等来 那跟我们签MOU 我想给我们的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政大校长郭明正强调 签订MOU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会以符合金融市高中生需求的课程进行规划 期盼能协助学生了解 政大十一个学院众多科系的课程内容 市所金融市立高中的学生代表 也分别说出自己期盼的合作内容 我觉得财务管理学系的话 里面有一个学习方法是透过个案讨论 我个人觉得这一轮 这个学习方法可以先开设在高中的 像是高二或者是高三下学 希望相关合作的科系能够越来越多元 然后就是不只让今年这一届的应届生 可以有开阔眼界的机会 能够让以后我的学弟学妹们 在进入新宜的大学之前 就有非常充足的先辈知识 希望说我去参加营队或者是参加这些课程 我能够更了解到说 大学端他们的课程到底是什么 能够先去接触到大学的课程的机会 其实真的算是少的 那这个课程的话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先知道说 我们未来的兴趣还未来的科系到底是在做什么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进一步表示 从下学年开始将利用寒暑假 及每周周六开发大学先修试探课程 预计从政大数位课程先修网中选出六到八项 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让学生报名参加 接下来更计划与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需要引进国内顶尖大学的丰沛资源 提升金融学子多元与跨域学习力 在不断的学习体验中找出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